什么时候要开始吃副食品呢 大部分的宝宝在四个月左右 我们会作为一个休闲的仪式 你发现他有兴趣 而且他吞咽的不错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食物泥哦 比如说马铃薯泥地瓜泥 然后还有像红萝卜泥啊 有几个雷点大家闭一下啦 就是 这一类的 不然他就会给你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倩倩你的育儿好朋友 嗨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神队友人物仙 AKA家庭工具人 之前我们有拍过影片就是分享说 我怎么做副食品的 但是我觉得副食品是件事情 感觉很困扰吧 因为我真的 几乎天天吧 都会收到副食品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吃啊 怎么吃啊 你们家怎么用的啊 然后所以我决定 好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集 更完整的 甚至从宝宝 什么时候你知道他开始要 准备吃副食品了 然后到我们家是什么 备料用哪些料 然后还有就是 哪一些工具是很好去辅助 让孩子很好的去练习 就是吃副食品 然后一直到就是 他可以开始自主学习 吃饭这件事情 那就事不宜吃 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咯 等一下 你是不是还没有订阅呢 千切与人夫千是分享 育儿婚姻与生活的频道 里面有满满的育儿大小事 让你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 观看我们频道的朋友 还有一般的人没有订阅哦 赶快订阅起来吧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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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食品这件事情呢就是 从 完全的液体 奶类 然后到一个流体食物 可能是粥 或者是副食品 然后到泥状 然后颗粒状 一直到完全的固体食物 中间的这个过渡期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 这叫副食品的阶段 什么时候要开始吃副食品呢 其实大约大部分的宝宝 在四个月左右 我们会作为一个 收闲的仪式 那这个收闲表示说 其实他开始 嘴巴会分泌的很多的口水 那牙床内呢 可能也慢慢要长牙 表示说 他的身体已经准备好 可以接受 奶奶以外的 其他的食物 而且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应 就是他会看着你在吃东西 他在 流嘴 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吃鸡腿 然后木木就会看着 嗯 他很好奇那是什么 然后 流口水 然后奇怪 你的动作怎么跟我的动作不一样 你的食物怎么跟我的食物不一样 而且他感觉像想吃 这个时候其实 你就可以开始帮他准备了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因为 四个月 然后甚至更大的宝宝 他肢体的活动力更强 身体发展 需要更多的营养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 单靠奶奶已经不足以 支撑他身体的营养的时候 你就需要更 直接的一些 原生的食物 然后直接给他这些营养素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时候 准备要富士兵 有时候的爸爸妈妈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的宝宝怎么好像很容易饿 或者是说开始睡眠就不太稳定 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吃饱 对 他没有吃饱 然后他的身体可能成长方面呢 也会少一些营养素 但 当然不是说就一定会怎么样啊 只是说身为父母 我们还是希望 呃 该要有的东西 我们就尽量帮他准备好 然后让他好好的成长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把副食品就是分为三阶段 那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会先从米粥开始尝试 因为米粥就是非常非常低迷的食物 然后你煮那种食贝粥 食贝粥的意思就是水跟米粥是10比1的意思 然后去把它打得很稀很稀 其实他其实就跟流体食物一样 只是他味道跟奶奶不同 一开始吃的时候就表现会有点嗯嗯 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哦 他好像可能很喜欢 就会动动手刷 然后表示他还要这样 然后他就从这个开始练习 那其实这个的练习的长度 其实也不会到太久 你发现他有兴趣 而且他吞咽的不错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食物泥哦 那食物泥的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会以单一食材 比如说最好接受的像 马铃薯泥 地瓜泥 然后还有像红萝卜泥啊 然后玉米泥啊 这些都可以 有几个雷点大家闭一下啦 就是青椒泥啊 花椰菜泥啊 香菇泥啊 这一类的 一开始 就当然我们后面还会陆续加 可是因为你一开始 我们还是希望宝宝感觉到这个新的进食方式 是喜欢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 可能南瓜 地瓜 类啊 玉米也没关系 甚至有时候带一点水果 会比较引起他喜欢吃东西这件事情 不然他就会 给你看 在进入食物你的时候 其实宝宝需要吞咽的能力 因为那个吞咽跟喝奶是不一样 喝奶是液体嘛 很水很水很水 你要吞咽很容易 但是开始会有 你撞的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吞咽的感觉是不同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让宝宝推演得很好 这时候我们会准备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是这个 这叫做咬咬了 因为那时候宝宝虽然没有牙齿 但是他的牙齦其实非常的有力气 就是我们会把一些 像橘子啊 或者是像这种奇异果 没有把它切成丁 草莓啊 西瓜啊 芒果啊 都可以 甚至苹果其实也可以 因为他们 牙齿还是会试着去 对 咬那个东西 然后你看水果他就在里面 那为什么要包在这里面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吃固体的食物 会怕他会不会噎到 那你放在这里 他上面有非常多洞 他只要这样子一咬 有没有 果汁就跑出来了 看到吗 他就会挤一些泥状物出来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训练他 因为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只懂得吸 所以什么东西都用吸或吞 那你给他这个之后 他会开始知道 我的牙齿要动 要咬才可以把东西挤出来 对 所以这也是让他一个练习 他的口腔运动的咀嚼很好的方式 有没有 那他们也会很喜欢吃水果 那你要试试看吗 我不要 另外一个帮宝宝练习 吞咽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 惊讶说 原来这个可以哦 没错 就是米饼 像我们米饼啊 我们会选这种就是 像日本跟韩国他们都会做那种纯米的 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有的没的 他就是米去做的米饼 基本上含上去他口水就会融化 那融化之后他就会练习吞咽 这个其实是很好让他练习的 所以米饼不是只是零嘴哦 他其实是可以帮助到宝宝的 然后很多人问问说 诶那市民这件事情怎么办 其实你就是可以单一食材都让宝宝吃过以后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过敏反 因为过敏反应其实很快 你知道一吃马上他就会有一些红疹啊疹子啊等等的 你就可以就是当他停下来就知道 哦这个东西你自己不要喂就好了 因为过敏不是说你现在喂过敏 以后就一定会过敏 我们给木木吃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他嘴巴稍微有一点点红红的 比如说他吃 蛋 蛋比较容易一点点 对但是其实蛋比起本来就是比较容易过敏 所以有些人会说 比如说宝宝一岁以下你绝对不可以给他吃的是什么 蜂蜜 然后还有就是三岁以下不能吃就是坚果类 因为怕窒息 那再来就是像蛋这个东西也是有人会晚一点在尝试 对会晚一点 毕竟我们是四宝爸妈啦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说 哦我们就是让他尝试一点 但是看到有一点红红的 那我们就停下来 就是之后再试也没有关系这样 在做单一的食物你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宝宝吃的也不多 我就会建议大家用像这个是副食品盒 那你就用这个 这个茂数比较小的 他这个每一颗就是这样15ml 小小的很可爱 像我就是打南瓜泥就会这样整个就铺满 就好多好多南瓜泥 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先给他吃15ml 试试看 他有可能会吃不完 没有关系 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这个阶段呢 他真的只是一个衔接的阶段 我们不用去拼说宝宝一定要吃多少 不用去听别人说 那个谁谁家超会吃副食品 可以吃什么一两百ml 然后你就要跟他拼 不用不用 真的他就只是一个衔接 奶奶跟吃大人食物的一个阶段而已 那如果你发现说 他好像越吃越快 而且食物默吃了以后 还会想要再吃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 因为通常我都会做南瓜 然后可能我会 另外一盘我可能会做 比如说马铃薯好了 然后或者他有另外一盘叶菜 就可以这样子去做混搭 那因为这些食物就是 他吃的都是很OK的 然后你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感觉到 就是有不同的味道跟口感 他不会只吃单一的食物泥 因为只吃单一的食物泥 有可能他会吃你哦 如果说妈妈有发现说 我怎么就是一直都是给他吃南瓜泥 他之前很喜欢 为什么现在不喜欢南瓜泥 有可能就是他腻了 他开始会想要尝试一些 就是不同的味道的搭配 或者是他觉得泥这个事情太无聊了 他想要有一些颗粒 想要有一些咀嚼的口感 那宝宝啊要吃食物泥啊 或接下来要进入微颗粒什么的 其实他口腔吞咽啊 咀嚼啊 吸咬啃的能力 我觉得是要有的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准备像这种就是 他甩不掉的这种固齿器 那他手时候就是会这样子握着会套住这样子 然后他放下的话才不会掉下来 然后他就可以去吸这个脚胶 然后会去咬会去啃 这个其实都在帮助他的口腔的肌肉的发展 大概你尝试了一两个月的这种食物 你去搭配的冰砖之后 其实接下来六个月以上 他其实已经会开始有点脏压了 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做混合食材了 那什么是混合食材呢 就是这个 其实混合食材就是 像刚刚讲我们是一颗一颗一颗嘛 那所以他一颗就15ml 可是如果当你想要让他吃多一点的时候 你就得要加很多种 可以把他想要的就是搞包粥的概念 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像这个 这个是先60ml 然后这个是120ml 对 然后就会用这个桩 那这一次就是他一餐的份量 然后这个完之后再喝奶奶 或者是你先喝奶奶再吃这个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啦 我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菜单就是 这个是猪脚肉 然后我会选那种后腿肉就是它会比较嫩 这个肉类的份量就大概三分之一 然后会搭配淀粉类 可能是米饭 也可能是马铃薯也是三分之一 然后菜类的部分也会是三分之一 那我会跟大家说的是 因为其实这种叶菜类 其实比较不是宝宝会非常喜欢的 比较没有味道 然后吃起来也有一点 色色的 所以我其实不会让他一整片 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让他分量占非常多的话 他可能味道不会那么的好 你要怎么让宝宝喜欢 就是让他消失于无形 然后跟大家说就是在准备这个叶菜的时候 要记得把这个羹切掉 我们就只留最嫩的叶子的部分 因为这个羹对宝宝来说都还是 我觉得太粗了 现在都还不适合 然后再来的话另外一个菜单是 像我不会说每次都用米饭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马铃薯当淀粉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鱼鱼腹肉 它也是比较嫩的 那你们买鱼的时候要小心刺 刺一定要把它挑掉 然后配一些红萝卜跟洋葱 这些都会让你的那个食物更好吃 像这些配的部分 其实大概就是很像我们大人吃的饭 然后我们把这些食材通通放进这个 真主栏里面 但是颗粒会改变 比如说可能六个月的时候 可能我还是会 泥的感多一点 然后微颗粒一些 但是当它越来越大 你发现它吃的越来越好 一喜欢那个口感的时候 我就不会打那么多下了 就是一直到让那个食物就是有切碎 让它好入口 但会保留那个颗粒的口感 我永远记得第一胎 那时候新手爸妈 然后第一胞刚吃的时候 就觉得它吃得很好耶 然后因为妈妈都有个心情就是 我要让我小孩很爱吃菜 就会觉得菜很营养 菜菜很棒 菜好像比肉营养那样 对对对我就加一堆菜 我记得我那次好像有饭 有一点米泥这样 然后加了花椰菜青椒加香菇 超可怕的组合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不觉得很可怕 我就这样感觉很营养喔 还有肉肉啊很棒啊 然后就打一打 然后绿绿的 然后想要给它吃 它就吃一口它就拒绝了 他就不吃了 然后头上甩或者不让我喂它 然后想说宝宝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本来爱吃食物的宝宝怎么厌食了 为什么要毒害我这样 很多时候妈妈都会问我说 我的宝宝好像不喜欢吃副食品 通常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检验的方法 就是你看他不吃你吃看看 对对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好想说那我吃吃看 然后一次就觉得说 好了我真的不能怪屁宝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我们可能不小心把它变成饲料 就是好像在养宠物 然后调配很多营养的东西 但它其实不是人类的食物 那食物跟饲料我觉得还有一点差别 就是我们很多营养加一加 它可能就不小心会变很奇怪的东西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就会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跟前面的差别就是 你开始准备的是 比方说是条状的那个马铃薯 或是条状的这个红萝卜 或是整块的这个地瓜 或是整片的这个水果 你就放着然后让它自己拿来自己吃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它们多半会冒一点牙齿了 所以开始会有点齿痕 它可以啃一些东西 像木木最近就开始发芽 现在快要八个月 就上下都长了四颗小小的牙齿 上面还没啦 上面冒头了 一点点啦 对就是开始它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食物 但要注意喔 那些都尽量要煮到手透 它是好压碎的 对 因为它还没有办法真的到咬的这种程度 所以你说它一定要是整块吗 也未必 有时候我们会放一些可能比方说 碎肉啊 对 或者是说 鱼 那叫什么 鱼肉 然后它自己可以这样抓 对它自己可以抓起来吃 它可以捏 或者是抓 或是什么样 都没有关系 讲完这三个阶段大概的这个内容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觉得你要进入副食品厂 你一定要准备好的几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餐具跟餐饮超级重要 在吃食物你的时候就是这个餐具 就是要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用 它是副食品的糖尺 然后碗呢 或是盘呢 就是建议大家要找这种吸盘 因为他们这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这是吃饭 他可能就是觉得你在跟他玩或是进食 所以他们手会 甚至会叭 甚至会叭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有一个吸盘的碗 可以帮助你就是不要清扫的那么累 对 然后它其实任何光滑的桌面都可以吸 这样子 餐具的选择上面我们会选就是刚才你讲 是喂食用的 因为我要刮这个东西去喂它会很好喂 可是除了这里外 我们同时也会准备这种 比较短一点点的比较符合他们手说抓紋 你就放着 你没有一定要用 但是他有时候他就会看着你 这样喂他自己都会学着做 其实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想要之后 让他慢慢开始学习吃东西的话 你就帮他把东西准备好 那你就会看到他一边在看着你的时候 他就会模仿然后学习 然后有时候有一种就是 顺理成章他突然就会的那种 对 我还记得琴琴超级会用叉子 他大概八个月就很会用叉子 他就会用这个很精准的叉下去 然后再起来吃东西 那这个都是很好让他们去做抓握的 那在大一点的时候 你发现可能大概已经一岁或一岁多的时候 你这时候我其实是这两个餐具都会让他用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到最后其实宝宝都要练习拿这种长饼的汤匙 那这个算是一个给他衔接的阶段这样 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长短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的 你要想一下 宝宝他其实一开始距离感没有那么好 还记得上一个阶段吗 他是自己拿手出来吃 所以他想象的距离感 这个食物就在手这里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他比较不会翻倒 如果你一开始就让他拿这个 他会没有距离感 他会想要吃这里 那他这个就是会歪掉会翻倒 其实宝宝是这样子 他自己用得比较好的时候 他自己会有成就感 那他越吃越好 他就越想要自己吃 对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 弄半天我都吃不到我弄不吃 他会生气喔 而且有些宝宝很没耐心喔 就不想吃就不想去 对 然后今天就哇 然后崩溃这样 然后妈妈也很崩溃 就是你怎么这样就哭了什么的 对 你就是在进入这阶段说 除了你准备好这些餐具以外 我觉得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餐椅 没错 因为好的餐椅呢 它可以就是 让你把宝宝固定在那边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真的跟虫一样 只要死了 只要死了 你就先让它固定好 然后让它培养一个说 我现在这个 吃饭就是坐在这 就是要好好坐着 对 那像我们选的餐椅就是 第一个它前面有个大盘子 超大 然后因为我想让它学习 它一定会翻啊 弄得到处都是 对 可是如果你说你今天只是椅子 然后它是在 假设在餐桌面前 那可能就是擦餐桌 你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如果你有个大盘子 我们就会把大盘子整个 它可以拔起来 然后直接去冲洗 那个真的好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椅子 当然舒适度也很重要 对 那我们家其实餐椅有两个 因为我们家呢 如果说是今天是在餐桌上吃饭 我们就会搭配那个高角餐椅 高角餐椅就是小朋友 会跟我们一样的高度 他就觉得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其实是愿意开心的 那因为我们家有时候 会在客厅吃饭 客厅的通常茶几都比较矮 那我们就会给他 放那个矮的那一种餐椅 这样子然后坐在里面也吃饭 但是他都会知道说 他要吃饭饭 就是要坐在椅子上面 培养出这个好习惯 有什么好处 就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他会比较愿意坐在椅子上 要好好吃饭 当然宝宝不可能 像大人就是从头做到尾 他一定就吃完 他就想要起来活动 想要起来动一动 但至少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是愿意做的 他不会跟你里面哭喊 不要不要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培养的习惯 是很重要 我们开头讲到就是 这东西非常多的问题 其实我不难想象 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胎说 我们也是查了非常多质量 那有很多种派别 超多 而且在派别之间 好像还有点香吉兔 就是你选这个 那那个可能就不是了 选那个就不是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你是会有很多的资讯恐怕 到底什么才是对的 所以今天就只是说 把我们家再带着一个小孩方式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什么派别 只是说就我们 纯粹的经验分享 跟大家讲 准备好该准备好的东西 然后呢建立好该有的习惯 其实其他的 我自己有一点觉得 他就是自然而然 就会完成的结果 一岁就开始练习自己吃饭 然后两岁上优优班 基本上都自己吃 他们都不需要老吃饭 他们就是自己吃完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建立还蛮重要的 对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每次讲到这东西 就想要呼吁一下 任何我们在对宝宝做的事情 不论是教养 准备副食品 喂奶 或者是其他的照顾之类 还有重要一点就是 你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刚刚讲了 像我们家讲 千千一开始就说了 你不要什么四个月零一天 就开始写菜单 今天要吃什么 都不要有这些东西 像有些妈妈会说 他可能就是直接去买现成的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想要自己做 那你就选择跟千千一样 用这种就是比较方便的 副食品调理机 但如果你想要去买现成的 我觉得也OK 有成分表看一下 对对对看一下 它都是圆形食物 然后没有一些奇怪的添加物 这样我觉得都很好的 我这边提供一个小配包 就是有时候你在准备副食品的时候 特别到某一个阶段 你会觉得 宝宝好像爱吃不吃的 我会建议大家 适当的加一点调味 点点健康的海盐 加一点盐 你就会让食物的原味 变得更鲜美 他们就会吃得更开心 我也会加橄榄油 因为橄榄油是很健康的食物 也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味道是 没那么干这样子 对对 所以不要害怕加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调味料 它并不是任何不好的添加物 那希望就是这支影片 就是有帮助就是即将进入 副食品阶段 或者在副食品阶段 很烦恼的babby妈咪 有给你们一些解答 跟一些算是解惑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轻松育儿 那如果你还是有任何的问题 一样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也可以加入欠欠的line 可以私讯我 就是你的困扰跟问题 那我的line的连结 我把它贴在 就是下面的资讯栏 跟留言处 你们都可以点这个连结 就直接加进来喔 那记得要追踪我的 FB粉丝团我的IG和我的LINE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囉 拜拜